他曾对外放出豪言 互联网不做 金融产品不做 房地产不做 煤矿也不做 倘若不小心做了其中一两样东西 赚的钱我也分文不取 你听他这么说 貌似挺有钱 其实他在2021年 胡润慈善榜320多名 而他的身家也只有165亿左右 不过他累积个人名义捐款超过160亿 位列个人捐款排行第一名 有网友曾说 中国只有两位企业家 一个是任正非 而另一个则是曹德旺 他将汽车玻璃做到世界第二 仅此于日本瞿小子品牌 不过他做的最令人佩服的一件事 是与老美打那场反倾销官司 他究竟如何一步步变成玻璃大王的呢 曹德旺1936年出生于上海 他本是名门旺族的子孙后代 本该过着锦衣玉学的潇洒歌生活 然而在全家迁回福建老家时 屠于海南 一家人的全部家当沉入海底 数年积攒下来都继续毁于一旦 曹姆对他的孩子说 偏向没人会通情你的贫穷 想要摆脱贫穷 只能靠你自己的拼搏和努力 而玻璃大王曹德旺的名字 寓意聪明有德行 家族才可以兴旺 1976年 30岁的曹德旺在水表玻璃市场工作 这家玻璃厂经营不善 企业连续亏损 六年换了七位厂长 厂长看着玻璃厂边临倒闭 根本没人想接这个烫手山鱼 但曹德旺带着几个人承包了这个玻璃厂 还保证每年给公社上交六万块钱 随后他立刻改了生产方向 专门付足水表玻璃 金花费八个月 他就让工厂亏损的迎面盈利 还做到年净利润超过二十万元 而那个时代的中国 水表产量一共也就两百二十万只 高山一家就独占两百万 此时他已是全国最大的水表玻璃厂厂长 1984年 意气风发 生意小成了曹德旺去五一山旅游 因中途为推脚不利索的母亲买了一根拐杖 下山打车时 竟在一个出租车司机身上吃了别 只见那司机提醒道 小伙子你小心点啊 别一杆子给我车玻璃碰坏了 碰坏了你可赔不起 曹德旺满脸不屑的答道 我从小就被吓大的 我可是做玻璃的 车窗大小的玻璃才值几个钱呢 回怼是回怼啊 但这根刺却深深扎进曹德旺心中 不料曹德旺回头一查却大吃一惊 交车前的那块车窗玻璃 一块净六千块 别小瞧这个数字 在当时那个时代 一辆配置低的汽车大约就这个数 于是曹德旺就开始寻思 他家的水表也是玻璃 为何差别如此之大呢 难道是外国人坐地起家吗 曹德旺拿着辛苦攒下的钱 作为启动金 从芬兰引进一套先进设备 正是向中国自己人的汽车玻璃进军 其中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俗话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 他们历经多次失败后 老曹终于做出了中国第一块汽车玻璃 每一块成本不到两百元 不过可以卖到两千多元 比当时印钞机还赚钱 曹德旺心血万分肯定可以打杀私放 不料他们连续拜见了几个汽车厂家后 屡遭碰壁 还没等曹德旺介绍自己的产品 就被碾出门 就你这国产玻璃还敢跟世界玻璃大厂竞张 但当时他可不是听言放弃的人 紧接着 曹德旺转身走进一家汽车维修市场 这里的汽车维修需求非常大 而且这个汽车市场对价格颇为敏感 1987年 曹德旺利润比水表玻璃高太多 更是暴增到五百多万 在当时那个年代 能做到那样的盈利 已是凤毛麟角 随后他便拿下汽车维修这块市场 生意依旧顺风顺水 但曹德旺始终记得汽车厂家对他的必需 没有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只能在世界玻璃大厂脚下减碎扎持 1987年后 曹德旺在美国成立了服药玻璃中心 补料竟持续亏损两年 亏了将近大约一千多万美金 请来美国专家分析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服药当时在美国的小路是这样运行的 先是将玻璃从中国运到美国 随后分给经销商 从码头到仓库 再到拆卸 分包 装运 卸载 这些通通都是成本 原道而来的服药是个独立经销商 自然比不过本地经销商 老曹决定将销路改成直销 服药迅速在美国打开市场 仅用一年的时间就赚回三年亏的钱 至此 汽车玻璃的外企漫天要价的历史 一去不返 到了2001年 服药玻璃的业绩一路都是偷飞蒙进 更是在世界汽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服药而言 另一场挑战正在悄然酝鸟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2年 老美商务部就制裁了中国十几家企业 其中就有服药玻璃 对于老美的倾销行为 他们将受到严厉的反倾销调查 当时我国企业对国际规则略之一二 在面对故意的刁难时 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 认灾认法 以莫须有的罪名找茬 但偏偏曹德旺不信这个邪 他拍案而起 就像当年的他 勒紧裤腰带 带来先进的玻璃设备一样 于是他随手一挥 几千万美金直接赚给老美最好的律师团 你找我麻烦 我就告你 曹德旺的底气有多坦荡 不料这官司一打起来 竟足足打了四年 总耗资1.2亿 在这四年内 曹德旺给员工开会 说的最多的话就是 不惜成本 不懈坚持 最终在某个深夜 曹德旺在熟睡时 接到大货群上的电话 但他却说 不就是赢了吗 多大点事啊 这是中国加入世贸后 首个打赢反经销调查官司的中期 既是一场持久的复杂官司 又吹响了振奋人心的优厂号角 玻璃这种产品运输不易 所以把玻璃厂肩在车企旁 是最实惠的选择 2014年的10月 福耀在美国老牌聚集地建设了一个分场 当地工会以及中间商的卧选 经过几次停工复工的故事 被老美拍成了工厂纪录片 不争想 这部纪录片 金融获第92届奥斯卡金像最佳 纪录长篇奖 此时曹德旺被国人误会了 也想跑路 实际上早在1995年 老曹全家都手持美国绿卡 然而在2005年 曹德旺对全家提出强制要求 把美国绿卡退掉 孩子们 家人们 你们必须回国生活 要是你们不回国 我就取消他的财产继承权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老曹被外国人误会还好 令人心寒的是 被自己人误会才是最难受的 谈起中国制造 通常容易被华丽的结果所吸引 看着那些振匪人心的数字 津津乐道 实际上 中国制造是对常人最大的鼓励 用老曹自己的原话说 我就是要用实力证明 中国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不要改变大家对中国人的看法 心怀坦荡的企业家 才不怕有人专门花时间 在网上被人接地 再来 急于尤敌坦来